我有看到一個酷炫功能 它叫做隔離應用程式音效 我有看到一個酷炫功能叫做隔離應用程式音效 這個東西就是像是你在播放藍牙音響的時候 那你常常就會有什麼 有人電話來了 所以他要接電話 然後他就直接在我們的藍牙音響 就大家都聽到他在講電話的這種狀況 那這個功能看起來就是你可以直接 設定說我只要音樂程式在藍牙音響播放 就不會有什麼忽然簡訊啊 或者是有LINE的通知啊 然後電話鈴聲 就直接在藍牙音響播放出來 這還蠻酷炫的一個神奇小功能 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 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它就是一個比較 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我是蠻喜歡的 就是一個低沉紮實而且短促的 就是很強勁然後又可以很短促的一個震動感覺 真的是還不錯 不會像托尼帶水這樣 然後就會很爛 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就是一個很強勁然後又很短促的震動馬達 所以它不會一直托尼帶水這樣 所以你這樣連續打字的時候 它就會一個 而不會 然後就全部 糊在一起 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我還蠻喜歡的 它就是一個很強勁然後但是很短促的震動馬達 這支手機的震動馬達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就是它可以很強勁 低沉短促的震動馬達 而不會這樣托尼帶水 所以你在連續打字的時候 不會整個手機開始瘋狂震動 就是一個短短的強勁有力的震動馬達